世界冠军黄一的罗伯特有多强啊 兄弟们我们今天解释一场非常精彩的非主流对战 左边的小拖拖对战右边的武汉黄一 黄一是世界冠军正果不用我多说 我们今天只要看看这个东张跟罗伯特的先锋对决 可能这个比赛的时长不是很长 但是绝对是将你耳目一起非常的华丽 把牛腿打四连打出counter 然后落地的头被偷了一个三点王位头 看似毫无悬念的比赛就充满了无限生意 压制的时候ABA再想打几头 然后进角落 没砸上 最后防守刚CD 连跳 中防的时候下凡再旋转腿 这时候中防起来差不多 好了把一个CD打出残血红字 流BT直接旋转腿 这样 刚才臭臭的刚CD没有刚出来 直接被这个旋转腿直接带走 这就有意思了 然后我们看第二回合 特殊的八神打残血的罗伯特 反右轻腿打一点 等对手起跳再旋转腿呱呱就钻 进角落流BT 大跳 下B又是一波旋转腿发神晕了 还有被这个残血的罗伯特打成这个怂样 有点不可思议啊 这时候大家可能觉得那臭臭是什么也得赢啊 毕竟有个真漆呢 但是真漆上来没有能量啊 但是罗伯特没有指定头 真漆如果抓罗伯特也很难受 现在有三颗气形炸个气 特殊腿踢一下CD又楼倒 受受很被动 然后进版面 一波披一血之后 打击头被抓 这时候罗伯特 还有一个重传的血量 先后退 打击头成了 下地和凶一悔空被杀 我去 极限穿三 叫那妈的 别忘了点赞 太帅 拜讨